你仔细看过泳池的深水区吗 那里有可能会吃人 你看这毫无波澜的水面 突然凭空浮现出一具尸体 可就在十分钟前 服务员来查看时 泳池里还什么都没有 一转头的功夫 泳池就来个大便死人 而在前不久 这句死人还是个活人 当时他可谓嚣张跋扈 一会儿使唤旁人给他抹背 一会儿又说自己的项链掉了 人家帮他找还不乐意 还非得自己一个人找 果然 报应没多久就来了 同行的三人先行离开 留下了女人单独寻找 可没过多久 女人就神秘失踪了 再见到女人时 她已然成了水下亡魂 可蹊巧的是 泳池水位才一米二 成年人完全可以站在里面 女人又怎么会溺水 大雄声称 女人为了不让身体上浮 特意在腰间挂了氧气瓶 一方面她在水底找项链 这样说来 这大概是一起单纯的意外 女人当时绑着重物 如果她突发脚抽筋 很有可能会因为一时慌乱 一不小心松开氧气呼吸器 从而导致溺 但科学怎么会允许意外 下午两点时 服务员来泳池找过女人 当时 这里并没有女人的身影 可在两点十分时 她的尸体凭空出现 这只能说明 有人在泳池杀害她后 将尸体移到了别墅 过了十分钟又移了回来 管家却难以苟同 女人是酒店老板的亲亲 柜台人员会确认她的出入信息 如果有可疑人员想把她带出去 一定会被人当场发现 众人懵逼之时 柯南却发现了水底的异状 水下竟有一堆玻璃碎片 刚刚救人的时候 管家还因为踩到碎片 导致脚底被划伤 可永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木木当即下令抽水调查 可当玻璃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大伙又懵了 这么多碎片 究竟是从哪来的 两位蒸蛋就懂了 是水槽 这里有四块L型碎片 只要利用中碎生的立体几何思维 就能在脑子里拼出水槽的形状 高木老弟又懂了 凶手一定是用碎片和钓鱼线 做成项链 引用女人过去后再杀了她 这说法也不无道理 如果事实如此 那凶手一定是偷走项链的人 可大雄 静香和管家都有嫌疑 三人曾先好给女人抹过防扇 管家因为笨手笨脚而被嫌弃 静香因为支架太长被抽骂一顿 大雄最后抹完才发现项链不见了 三人都有可能中途偷走项链 而且女人一度怀疑 未婚夫大雄和妹妹静香有私情 是管家暗中帮助他们私会 这样看来 三人的杀人动机也成立 可凶手是如何在周末葵葵下转移尸体 并且水槽又能拿来做什么 就在这时 服务员的一番话 让案件终于迎来转机 他们在发现尸体前 曾听到泳池冒出咕噜噜的气泡声 柯南顿时一惊 他再次查看泳池排水孔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尸体消失又出现的真相 他已经全部明白了 一出好戏马上开场 柯南将木木带到泳池 只见他突然指向清澈的水底 看 钢木老爹就在里面 木木不明所以 这水里分泌什么都没有 死神拿出小刀 往水里微微一勾 一个水槽瞬间出现 钢木老爹每人出狱 这就是凶手用到的伎俩 虽然水和光线都是透明的 但他们对光线的折射率不一样 单光线从折射率高的水中 行进到折射率低的空气中时 从水和空气的交界面看过去 光线就会被反射回来 比如往水里扔一枚硬币 再用水杯盖住硬币 硬币就会消失了 钢木刚才就是躲在 还有空气的水槽中 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他了 想必凶手在水中溺死女人后 用水槽盖住了尸体 再将钓鱼线穿过排水孔 来固定水槽 最后只要将水槽稍微清洗 让里面充满空气 然后看准时机划过钓鱼线 尸体就会重新浮现了 我说的对吧 管家先生 可是他怎么处理水槽啊 当时他明明什么动作要做 他应该是在水里 拖着脚移动水槽 在众人注意女人的时候 他偷偷用手里的氧气瓶砸碎水槽 这样即使警方发现 也很难认出水槽的原型咯 而铁证就是 他回收的钓鱼线 尽管钓鱼线很细 但他回收时需要捡成一团 想必上面一定能拼凑出他的指纹 终于 管家承认了罪行 原来他也只是个大冤种 他的妹妹原本有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一场车祸 一家三口命丧皇权 而女人就坐在赵氏的车上 明明犯了罪 女人却没有受到制裁 所以他才精心测获了这场复仇